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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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是我在香港上课比较伤心的问题 我在人民大学上课的时候 很多学生坐在地上 所有都是满的 我在北京感到很幸福 就跟广西师大出版社要出我的书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学生都坐在地上 刘若瑜 理想国的主编说 这有什么稀奇 我们北京这样的情况多了去了 但是我说我从香港来 我说我们香港的教室能坐满一半就很好的了 香港人大家比较忙 或者是参政了 或者做生意了 对不对 香港的大学生是很忙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第一个是 我们主要是讲沈从文 沈从文 但是我变换了一下题目 我们不叫沈从文与 三十年代小说主流 我们叫沈从文与反动文艺 三十年代反动文艺 加了个引号 为什么叫反动文艺呢 这个是 exactly是 有这么一个说法 在48年的时候 郭沫若批评沈从文 说他是代表反动派 说他是反动文艺 那么 因为这个文章 后来 人们在北大贴成大字报 沈从文曾经两次自杀 差一点死掉 所以呢 沈从文跟反动文艺 这个标签呢 是的确是确有其事 在文学史上很有名 第二呢 我又不是简单的批评郭沫若 我觉得真的是反动 然后呢 我这个课上我们会 花功夫来辨析 什么叫反动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 不过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上次的老舍的这门课呢 我们只讲了断魂枪 我们还没来得及 很好的讲 骆驼响子 所以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 把骆驼响子讲完 骆驼响子是 现代文学的必读课 同学们 中文系出去不要说 有几个东西 你们千万不要好意思说 你们没看过 不要说没看过《红楼梦》啦 不要说没看过骆驼响子家啦 没看过鲁迅啦 这些 如果你这样说呢 你就不要说是我徐子东的学生 OK 这样 这些是必要读的 是必须要读的 同学们记住 骆驼响子 骆驼响子更应该读的一个原因是 尤其在香港的同学 它是最标准 最typical的北京话 普通话 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啊 骆驼响子是最典型的 我呢 看了至少看了三次骆驼响子 我第一次看骆驼响子的时候呢 那很多年前了 我觉得它是写一个人力车夫 黄包车工人 那这个人力车夫呢 同学们我告诉你们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边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征物 很多作家写过人力车夫 最早的是胡适 胡适就写过诗 同情人力车夫 但最后呢 说还是拉到内务不息 你还是走 约达夫有一个有名的小说 跟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样有名 叫博爹 谋的鞋 算了 讲一个黄包车夫 约达夫跟他的感情 这个车夫呢 最后去世了 就不小心不知道什么事情去世了 约达夫呢 就去送了一个纸座的车 给他烧掉 电就是寄电物啊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人 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一个人去世了 我们烧一些东西来纪念他 我去我父母的坟地在苏州 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卖 可以烧的东西 当然了 现在与时俱进 可以烧的东西是让你 让你大吃一惊的 可以烧什么 iPad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车 对 OK 那结果了奔驰了 一大堆 还有呢 豪宅 这些都想象到 还有什么你们想得到 衣服 麻将 还有呢 WiFi WiFi 怎么烧啊 WiFi是无形的 路由器 给个路由器 哇 这真是 现在年轻人真好啊 自己离不开的东西就给爸爸妈妈 虽然他上了天了 还给他个WiFi 还可以给他 这个 怎么来说 Face to face Talk 还有什么 钱 OK 美金 人民币 港币 一大堆 还有什么 你们真是想象不到 还有什么 仆人 什么样的仆人 对 紫扎的 紫扎的什么样的费用吗 紫扎的什么样的 木居仔 木居仔 OK 木居仔来了啊 小姑娘 什么样的小姑娘 三培小姐 穿得很暴露的 我在那里一看啊 我真是晕啊 我心想这些子孙啊 你送这个给你老爸 你老妈就在旁边睡着 你就给他送这样的 穿着比基尼的三培小姐 烧了给他 你老爸开心不开心 不知道你老妈心里怎么想啊 或者你老妈现在活着 她肯不可以愿意烧这样的东西啊 真是不得了 这是我看呆掉 一点都不骗你们 就有烧这样的 类似于冲气娃娃这样的 这样这样的 哎呀真是 蒙安台啊 蒙安台 OK 不anyway 这个是题外话 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的计划讲的是 约达夫送给一个人力车夫 是一个只坐的车 那就是说 对他这是最好最重要的纪念 为什么 就是说明一个人力车夫 他以能够拉上自己的车 为最高的人生理想 大家明白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人力车夫 这个意向这么重要呢 你们想想看 今天你们坐迪士啊 UBA啦 你们不觉得 那个时候读书人啊 他出去也要坐车 那那个时候一坐车 就是人力车夫 这个人力车夫啊 在前面跑 你越想快 他跑得越累 大家明白 他在你前面光着膀子 满身是汗 拖着你的车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形象 要是你后面坐的一个是 没良心的潘岳亭啊 金巴啊 无所谓 但是偏偏 后面坐的是方达生 后面坐的是这个知识分子 那这个知识分子看到人家 这样卖力气 卖血汗 在为你服务 心里不好受 但是心里不好受 怎么办 你不坐吗 你不坐 那个人力车夫 更有怪你 因为你要是不坐 你同情我 我长得情 我跟嘎惨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知识分子在面对人力车夫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困境 就是 五四以来 所有读书人 所面对的困境 就是你又想唤醒大众 但是又要承认 他们的没办法 当时当然的 左派就说了 你们不应该 骆驼响指 博电 你们不应该这样写 你应该劝 人力车夫什么 不要拉车了 赶快去参加革命 造反拿枪 到街上去暴动 但街上去暴动 他很快就被人打死了 对不对 而且那个车夫 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所以 人力车夫 是在现代文学里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我第一次看骆驼响指 我觉得他是写的最好的人力车夫 这个人力车夫 大家知道他有什么特征啊 他很努力 很正直 身体很好 不骗钱 然后 他想拉自己的车 他买到了自己的车 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 故事我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他拉了车 在一个打仗的时候 冒险 拉了一个客人 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 为了赚多一点的钱 结果呢 车子被人抢走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挫折 抢完了车子以后 他顺便偷了几个骆驼回来 对不对 把骆驼卖了 但是还买不起车 这个时候 他就替一家车行 拉人家的车 车是生产资料啊 大家知道经济学 拉人家的车就好像是 种人家的地 这就是打工了 你自己拉车 你香港现在还是这样 香港出租车 大家知道 那个车只值几万 十万 可是那个车牌几百万 你别看车里边 这个坐的是一个老头很惨 可是他这个几百万的车牌 就是他全部身家 这是他的资产 我给大家明白 所以他很努力的在做这份工 想只中间喝醉了一次酒 我本来想放那一段 他就怕时间不够 电影里边是 诗情高娃跟张峰毅 张峰毅 大家知道 演霸王别姬里边 那个 就是那个张国荣 喜欢的那个男的 很有呢 最近电影 赤壁里边演 曹操的张峰毅 诗情高娃 大家知道 是一个长得 非常特别的一个女的 长得非常特别的女 这里边有一段戏 那个女的 喝醉酒了 然后他们发生了 发生了关系以后 第二天那个男的就 很后悔就走掉了 到一个曹先生 一个读书人家里 去拉包月 这是比较好的 我上次讲了 拉得正开心的时候 事情 事情不是事情高娃了 那个 那个 虎妞来找他了 说怀孕了 当然我们事后知道 他是不是孩子 是一个枕头 但是对于 想止这么个老实人来说 有个女的大的肚子来找他 那他是不能退掉这个责任的 虽然这是他不开心 所以结果去他又回去 又帮那个老板拉 但是最后来他 他在不情愿的情况下 跟 他又攒了钱 中间又这样 他又攒了钱 他差点可以买车了 结果碰到一个侦探 一个叫孙侦探 就是国民党下面的 那种很坏的军人 敲足杠 把他那笔钱又抢掉了 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大劫难 其实第二次劫难是虎牛了 但是第三次的大劫难 劫难完了以后 之后他跟虎牛结婚了 虎牛也不错 就跟他一起出来 两个人一起住 住了以后 虎牛说你别拉车了 我有钱啊 你不用拉车了 不行 祥子一定要拉车 这个女的觉得他贱骨头 你真是只会拉车 你还要出去拉车 结果虎牛呢 难产 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呢 祥子没办法 只好把车又卖了 那个时候他有车了 把车卖了去安葬虎牛 这个时候 祥子爱上了一个妓女 小福子 一个很善良的妓女 但是呢 等他再去找的时候 小福子好像死了 是吧 小福子又死 那么这个时候 最后祥子呢 他就崩溃了 走投无路 最后他做什么 在小说结尾的时候 他出卖革命党 拿情报 赚点小外快 帮人家死人的队伍 送账的队伍 吹吹索纳 就是说从一个曾经 非常自豪 端正正直 勇敢的男人 变成了一个 什么都做的 香港话叫 懒哉 懒哉啊 大家想到 最后结尾的时候 他是一个 按老舍的说法 个人主义的陌路鬼 OK 这是我第一次读的内容 故事情节一点都没变过 第一次读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小说 在讲什么 讲一个工人 讲一个弱势群体的人 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 受尽了各种磨难 最后走投无路 我的概括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不对 第二次我读的时候 我发现 老舍在写他自己 不只是在写一个 人类车夫 什么是他的自己 老舍一个人 你看他 我们上次讲过 他一生的道路 他不像 巴金啊 曹瑜啊 他们很早就相信了 左派的理论 老舍不是的 老舍开始的时候 是批判中国的 受了英国文化的影响的 讲幽默的 他是不亲近 左派的意识形态的 也不相信革命的 路透祥只是他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可以根据刚才的故事 梗盖得出是 一个个人被社会所逼 最后走投无路 但是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老舍 尤其是小说的第一段 他写的是一个 就是想靠个人的努力 成为社会的一个健康力量 但最后走不通 要改变到社会革命 这么一个道路 换句话说 通过响子的失败 老舍完成了 他的世界观的一个转折 That's why 在49年以后 我们上次说过 所有的有名的作家 包括革命的参与者 毛顿 共产党的创始人 包括非常革命的 很多作家 周扬等等 很多人都写不出东西 文有老舍 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进步 人民艺术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糟糕 最近我又读了第三遍 我告诉你们读第三遍 我的感受是 他在写我 他就在写我 尤其是第一段 我以前一点都不觉得 我现在重新读 我觉得他就在写徐子东 或者说写我们每个同学 他在写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人生价值观 什么人生价值观 最简单的话 跟同学们分享 我们要借用 为大领袖毛主席的话 叫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大家知道啥叫好好学习 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 儿童节都知道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有三重不同的理解 第一重 你每天好好读了书了 你的思想境界进步了 修养进步了 你就已经天天向上了 这是最好的理解 大家明白 你今天好好读了 骆驼响子了 你读完了以后 虽然你的人工没有多 你的分数没有多 你什么都没有多 但是 you got something 你已经向上了一步 那这是最好的概念 这是毛泽东的意思 OK 可是我啊 像我这样的 比较卑微的普通人啊 常常从第二个角度 去理解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好好学习 我好好学习了 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的地位 我的everything 就会一点一点变好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没有 换句话说 假如你读书 你今天花了很多功夫读书 你的roommate 一个小时 你花了十个小时 你们修同样的课 那最后考试的时候 你roommate拿到b 你就expect自己拿到什么 a or a minus 对不对 正常吧 我好好学习了 我应该向上 那我要是在班上 我要每门课都这样 那我的GPA就会比较高 那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可以读研究生 或者我可以到另外好的大学 去读研究生 对吧 然后我进了好的大学了 我进了哈佛了 我进了Stanford了 我进了Cambridge 那我毕业以后 你们在做一个普通的事 你在望角开一个小店 我到哈佛读出来 那我的人工会比你高 十年以后 我的生活 我的地位会比你好 正常吧 但如果那个时候 你的生活还不如 你在望角开小铺的同学呢 可不可能啊 完全可能 对不对 他说不定不在望角开小铺 他说不定在深圳东盟开个店 发了 跟马云一样 1111就发了 一天就赚回你哈佛一年的钱了 It's possible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就 我们的理想的基本信念 就是祥子的信念 祥子什么信念 祥子就是 你看我做一件事情 是我能够做的 我乐意做的 我做这件事情 也能获得好处的 你看这三个要素 就是我们在做 我不知道同学们怎么样 至少在我看来 这是我的人生观的 很重要一部分 什么叫能够做的 能够做是 两个层面 第一是 physically you can handle it 对不对 有些事情你不能做 比方说 参加奥林匹克游泳队 那你 你没法做 对不对 我现在上课可以做 游泳队的人不能上我的课 我不能做他的游泳队 有很多体操队 那些 对不起 我非常崇拜你们 可是这工作我不能做 一个是能做 第二 你做的好 同学们 这点很重要 你要做一个事情 没有人说你好 你很快做不下去了 这也是你不能做的事情 好了 你能做 这个翔子能做什么 能拉车 请记住 他能拉车 他觉得他拉的挺好 第二 他觉得他这个 这个事情他喜欢 你们看翔子拉车 有享受 对不对 他拉车 他这个车有弹性 他跑起来有节奏 大家记得第一段吧 对不对 我第一次看不懂啊 我觉得 好傻 一个拉车的人 还有这么多乐趣啊 人家开车的人 也没有这样的 后来我才发现 不是这样的 只要你爱你自己 做的这个 行业 你就会我们写一篇文章 考证一个 几月几号 某人跟某人吃饭 是谁去了 是谁没有去 我考证的比我自己的 心脏情况还要仔细 旁边的人觉得我是傻的 你做什么呀 你心上哪一根血管 你都没搞清楚了 你居然要搞清楚 约大夫跟谁吃饭 张爱玲几月几号 到了什么地方 你这个有问题 这个就像我看 翔子拉车 这个掺乎掺乎有啥 但是我们写论文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快乐 是别人不理解 但我们自己可以理解 当我写出一篇文章 出一本书 这个我的快乐 是人家不能替代 这是我能做的 第三 我还expect 就像刚才说 我花了十个小时 我最后希望 我能够得到air list 我比旁边的 roommate的分数要高一点 正常吧 合理吧 所以他拉车 他拉得很快 拉得很好 他赚钱比人家多 他能够拉自己的车 正常吧 这三条 就是我们的最朴素 最正常的人生观 同学们 今天你们是大学生 有多少同学 也抱着这样的信念 听懂我这个问题了没有 这个信念就是说 你如果好好做一件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应该在社会上 得到好的回报 相信能够这样的 同学举手 不到一半 那另外一半多的人 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你好好的做事情 你做的比别人多 做的比别人出色 你也不一定得到 比别人更多的收获 举手 哇 这么cynical 大部分 至少60% OK now the questions 我针对后面的60%的同学 余下来你们怎么办 OK 前面的同学很幸福的 生活着 不管你得到不得到 但后面的同学 这么年轻 这么美丽 就已经想好了说 在社会上 好好学习 不一定能够天天向上 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choice number one 我不管我得到多少东西 我继续好好学习 我对得起自己就好 举手 choice number two 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成策略 我必须以怎么样能够 更好的天天向上 来决定我学习的方式 我再不能傻乎乎的这样工作 而得不到报酬 怎么样能够天天向上 才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举手 真爱嘎啊 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些事情的道理吧 我不像你们啊 我在你们这样大的时候 我是坚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当然by the way 我刚才讲的是第二层定义 这句话还有第三层定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了 大家自己去体会了 但是 左右看看没有用 自己动脑子 ok 但是第二种 我在你们这样大的时候 我是坚信 我跟翔子一样 我坚信 我好好地拉车 我走得比别人多 我会挣到自己的车 我会比别人 做得好 而且我一直这样 我到很晚才知道 原来社会不是这样 中国人说 你为越己者荣 是为知己者用 你碰到一个老师 上司 领导 他重视你的才能 你以为是天经地义吗 我告诉你们 这是lucky 很多的情况下 你会碰到 你越出色 就越被人才 很多情况 你会看到游戏规则 根本不适合你的生活 不适合你的工作 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你的roommate 花了一个小时 最后的成绩 可能跟你一样 甚至比你更高 可能他看到老师 笑笑笑的甜一点 可能他找到了一些 撬门 可能他天字就比你聪明 等等 不正常的事情 多了去了 所以 我最近看 我才发现 响子在写我 那么响子 到底错在啥地方呢 有一个选择 同学们 刚才第一次已经讲过 响子没有错 他一步一步的 所以都是社会 把他逼出来的 赞成这种讲法的 同学举手 刚才不是把选项都讲了吗 他所有碰到的事情 你看 他拉自己的车 车被人抢了 他偷回来 落叨 卖了钱 对不对 他跟虎妞发生关系 后来又重新回来拉车 他跟虎妞结婚 虎妞死掉 他的所有的人生道路的 这些重要的选择 每一个都是他的选择 对不对 他不爱虎妞 他爱上小胡子 最后小胡子死掉了 最后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奸细 他中间还碰到一个 孙侦探 钱被抢走 所有这些都是他人生道路的 每一个坎 那么第一个解释 就是说 所有这些坎 翔子自己是没有错的 他是被社会逼到 这么一个地步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摔下去 他的人格摔下去 他的命运摔下去 他的生活摔下去 都是社会的错 赞成这种说法 同学举手 只有一位 好 那如果说 大部分同学都认为 翔子在这里边也有错 社会肯定有错 肯定了 我们都知道 那翔子错在哪里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关口 翔子最早 不是开始上来画了一个翔子 是很正的一个 三观正的这么一个人吗 自食其力 好好工作 好好学习 天天下上的翔子吗 好 翔子错在哪里 有谁可以告诉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坚持自己的志愿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东斯给人家抢了 你当兵的来抢你的车 他怎么坚持 他去跟当兵的打 可能就被打死了 还有没有同学有 这是一个说法 人家来抢车 你就应该反抗 没有好好反抗 还有呢 同学们想想 翔子走过的这些事情 有什么事情你觉得 你不会做的 相信谁 不应该相信虎妞 他是男的 男的没有女的那么 不过女的也说不上 你到时候有个男的来求你 你说不定也就 OK 还有呢 还有 翔子有哪些错 你们觉得是不应该的 你们不应该犯的 做汉奸 做奸细 出卖革命党 of course 这个是最后的 那前面呢 偷骆驼是错吗 为什么偷骆驼是错呢 你说 再惨也不应该偷骆驼 OK 这个问题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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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大家的同学了 假定说 你 也有一个车 被人家抢走了 而这天晚上 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看到有几个骆驼在那里 你要往回逃 多少同学说 我牵走几匹骆驼 我也可以拉回一点损失 多少同学说 我绝对不滑 这个违反我的人生原则 这个虽然我的车被抢走了 值一百块 可是骆驼拿来三十块 我这个三十块也不拿 多少同学会拿骆驼举手 多少同学也不拿骆驼 哇 一半一半 好像不拿的还多一点 个人所见 这个就是他的堕落的开始 虽然这个堕落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堕落的性质叫什么 这个堕落的性质就是 别人对我不好 我也可以对他不好 大家明白吧 这叫以恶抗恶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 我这个本人有过以恶抗恶的经历 不怕难为 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买过一辆很帅的自行车 永久是三行 买了以后呢 人家帮我装了一个叫双铃 你们就不知道了 在座同学就不知道了 一般的铃呢 你按一下 双铃 没了 双铃呢 是他是转的 你一按以后 他就转很久 换句话说 你在踩的时候 你手一按 双铃 就会响很久 of course 双铃就跪 我装双铃的时候呢 店里的人跟我说 你在旁边要装一个保护架 我说why 他说否则的话 你那个双铃的铃盖啊 很容易被人偷走 就说他两边有两个铃盖 我说他谁会来偷我的铃盖呢 我不相信 我觉得他是敲我足杠 我就没有买那个保险 of course 我一天到朋友家里去 等我下来的时候 我的两个铃盖只有一个了 就一个被拿走了 我傲气的要命 我一下来 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这个车 各方面都 都都很喜欢嘛 这个人生 我喜欢这辆自行车 超过我后来买的汽车 这种喜爱啊 我当时的他这种 那他这个方刚 他的轴是方刚的 我到现在去 所以我懂得 想只讲那个车里边的 那些那些这个这个爱好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马上 我因为我好几个同学 一起到人家家里去 我一下来 我就跟同学说 我要踩踩踩踩 人家偷走了我的这个灵盖 我那些朋友都在旁边笑 我说 这还不容易嘛 工农兵问你借 你再问工农兵借回来 对不对 我想对啊 然后他说 那我们先走了 他们一走的时候 我发现旁边停着一排车里边 有好几个是双铃的 那我心想 对啊 工农兵问我借走了 那我再问工农兵借回来 这当然也合理啊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过去 但是啊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刚靠近人家的车 这个弄堂里就有人出现 人家就走过来 我马上就 撞了在那里啊 这个车铁口哨 好像有什么事情 等一下没人了 我又跑过去 又出现一个人了 哎呀 我就这么折腾啊 折腾了十几二十分钟 没敢下手 就是活生生没敢下手 最后就是拖着我这个残破的 这个半个半个铃的这个车啊 这走 那天开始我就知道 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 做不了什么大事 这样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 你知道 工农兵借了 你都不敢 后来我才知道 我这种处境啊 是很普遍的 杭州有个作家李杭玉 写个小说 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 小说的主人公 我忘了他名字 大概是这样 写个小说 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 小说的主人公 我忘了他名字 大概是这样说 张三昨天丢了一个灵盖 第二天全杭州的双灵盖 换了一遍 小说家的双灵盖 小说家的双灵盖 这不是就学习我吗 为什么 这个理论上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拿他 他拿你的 所以全杭州的双灵盖 就换了一遍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可以是汽车 可以是 可以是家里的一个停车位 可以是放垃圾的一个水小的位置 可以是吐一口痰的 憋一口气等等 总之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而吃亏以后怎么 我没法反抗别的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小吃亏 我给他拿回来 当你把他拿回来的时候 更多的人吃亏了 那就更多的人去拿回来 大家明白没有 所以我第三遍读详子的时候 我发现 详子在写我 详子在写今天的中国 这是我太佩服老舍了 虽然老舍自己不知道 他写得这么好 他要是知道的话 66年8月24号 他也不必在太平湖 结束他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 沈从文了 同学们 你们的人生刚刚开始 被偷双灵盖的时代 机会也刚刚开始 但是不要去牵回那几个骆驼 不要去牵回那几个骆驼 当然了我这里边还有一段没讲 就是虎妞 非常简单的 其实我不想多讲了 其实虎妞也蛮惨的 我在美国就有个朋友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虎妞 大家只想想虎妞有啥错 虎妞就是爱上了一个男人 他为了这个男人 他也牺牲家庭 牺牲钱 对不对 虎妞真是没啥错 仔细来看 他除了长成那样 长成那样也不是他的错 对不对 这根本 你 至于他花了 动了一些心思 花了一些手段 这算错吗 所以虎妞真是很惨 但是虎妞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就是找一个爱自己多过你爱他的人 好过找一个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 这样说政治是不正确的 政治是不正确的 爱情哲学上也是不可取的 但是in real life in real life 你看虎妞最后多惨 他生病了 这个响子还拉车 没有钱帮他看病 鬼没有钱啊 你的车为什么不卖啊 大家明白没有 他不卖车 他也不帮老婆看病 最后老婆死了 他最后还得卖车 障老婆 他宁可障老婆也不帮他看病 对不对 所以虎妞真是 如果一部电 这部小说 有虎妞来电话 他知道我们这么理解他 大家想想这个 如果这个小说改写一下 从虎妞的角度起 现在有很多西方的电影 常常是先从A的角度写 然后把同样的故事 用B的角度重讲一遍 很精彩的 你会 你开始觉得一重复 就这个废话嘛 我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但后来你会发现 换一个角度 讲同样的故事 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故事 还不单是罗生门 他有时候是同一件事 但只是从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动力 这个 我插这么一句 接下来我们要讲 沈从文了 到目前为止 同学们 我们这门课 还在鲁郭毛巴老巢的 主流范围 我们讲过 那么我们看到了 鲁迅当然是开辟新文学方向的 这个 矛盾是 这个左翼文学的大师 郭沫若也是左派的 那后面真正有创作成绩的 巴金 老舍 跟曹宇呢 巴金跟老舍的代表作 我们上次讲过了 他们都提倡 是从不同的角度 家提倡的是年轻人的革命 曹宇提倡的是穷人的革命 这两个都是今天中国的 思想财富的主流 那老舍讲的是 个人主义的失败 这些都是主流 但是我们现在会碰到一个 非主流的作家 沈从文 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诶 这个怎么说 笑 诶 为什么不出来 前面那个picture 就是这样 ok 沈从文呢 他是跟老舍一样 他是不是汉族 其实我上次讲过 他的上辈啊 呃 其实也可以说是汉族 也可以说是苗族 也可以是其他族 但他自认是苗族 他跟呃 大部分的现代作家 经历也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好好读书 他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的家庭是一个 军人 而这个他那个湘西啊 军人啊 其实在现在看来 都不是什么正规军 都是地方武装 啊 都是说的苛刻一点 都有点半土匪 半军人这样的情况 那他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年轻就在军队里 所以呢 呃 见过很多一般的人 没见过的事情 啊 你如果大家来比20岁的约大夫 20岁的鲁迅 20岁的沈从文 那20岁沈从文 见的事情比他们多了多了 啊 见过很多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沈从文的早期的小说 就写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啊 这个 呃 但是他呢 做了几年军队里边的这种副官以后呢 他自己要求 跟他认识的将军啊 在上面的将领啊 说他要离开军队 他要去 从文 你看他的名字 他要去弃武从文了 啊 人家是弃一从文 他就从文 从文呢 到了北京呢 哎 很惨 北漂 他啥都没有 穷 当当响 所以最早写作呢 也没人发表他 我们以前讲过 约达夫曾经去看他 送了他围巾 那么中间有一段呢 他开始介入文坛呢 我们上次讲过他 呃 跟胡野平是好朋友 还劝胡野平怎么追丁灵啊 他们在上海曾经住在一起 这个 其实是住楼上楼下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很暧昧 沈从文后来写文章啊 也把他讲得很暧昧 就是说他跟丁灵 呃 胡野平三个人一起同居在上海 狗屁 哪里 他们在楼上楼下 然后胡野平好好的跟丁灵这个 结婚 丁灵那时候心里装的是 冯雪峰 根本不是 那个沈从文 所以沈从文到老了 老怀念这段浪漫史啊 丁灵都不大认的啊 丁灵就不怎么认他 当然沈从文后来的婚姻是非常 了不起 他的太太是明家 他们这个张家四姐妹啊 是民国非常 这个有名的这个豪门 个个都嫁得非常好 你们大家可以去看啊 张冲和啊 张 张 张 几个 呃 字典上都可以查得到 沈从文呢 他跟呃 他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坛上呢 有非常一个特别的情况 第一就是说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作家不是都海外留学 然后回来教书吗 就像现在一样 但沈从文后来也到大学教书 可是他到大学教书啊 他没文凭 他没读过大学 他也没留过洋 所以沈从文呢 他为什么能到大学教书呢 是因为胡适这一派的人欣赏他 所以呢 就让他到介绍他到大学 青岛大学啊 啊 后来到北京教书 都是这样 他还去过西南联大 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抗日时期 北大 清华 南开 几个学校合并 那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那其中这个沈从文也挤在里面 但是在大学里面 沈从文呢是自卑的 而且是被人 就像今天 这个这个大学里面要讲学历 学历最好是洋学历 对不对 所以沈从文呢 他 你们后来看沈从文写的小说啊 是绝对是两个类型 一部分写乡村 一部分写城市 凡写乡村都很美好 凡写城市里面的人都很糟糕 他写城里的知识分子 有个有名的小说叫八郡图 八匹马 那都是嘲讽讽刺的 我们领南的以前的学生啊 不知道 有一年啊 毕业的时候送了个礼物 给我们中文系的老师 那幅画叫八郡图 那个时候中文系 大概就八个老师吧 可是那些学生 他不好好读 八郡图是骂人的话 他当时就送了这么一幅画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你问问久安哪 说不定还保留着 当然我们还是很感谢 因为这个同学的一番好心 我们这个八郡也不错 像我啊 李雄熙啊 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八郡图之一的 可在沈从文的小说里 我告诉你们 凡城里的知识分子都是很糟糕 你们看编程都知道 编程他直接说 我们乡村的妓女也比城里的太太要高贵 这个是沈从文的 至于沈从文 为什么这么贬低一种城市 抬高乡村呢 是有两种不同解释的 一种解释 这两种解释是先有鸡后有蛋 先有蛋后有鸡的 一种解释是说 因为沈从文热爱乡村 所以他一辈子不接受城市 这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因为他在城市里不开心 所以他一直歌颂乡村 而其实他歌颂乡村的小说 不是给农民看的 都是城里人看的 definite 这个凤凰城的人 现在才看 因为他们要发展旅游业 在当时我相信 湖南凤凰城 湘西的人 很少人看他的小说 称赞他的 骂他的人 都是城里的人 所以这个关于沈从文的 我的同学王小明 专门写过我的文章 就先有鸡后有蛋 先有蛋后有鸡 就沈从文到底 他那个城乡感情是怎么来的 那么他在大学里不吃香 为什么就会进大学呢 原因是我们以前讲的文学流派斗争 大家还记得我们这门课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画了一个左右的地图 左右的地图 我们看到他的右边这一片 就是胡适啦 就是徐志摩啦 这个文艺多啦 朱湘啦 陈西营啦 梁诗秋啦等等 你去看所有偏右的文坛上作家 都是诗人 散文跟正论家 没有一个小说家 大家明白了没有 所以到三十年代的时候 换言之 诗歌是新乐派写得最好 但是新乐派这一批的人 除了诗歌跟理论 包括顾吉刚啊 什么罗嘉伦啊 什么这些胡适的弟子 要么做考古 要么做诗歌 没有人写小说 写小说的大部分左倾 我们算了 文学研究会左倾 创造社左倾 左联更不谈了 解出来的社会 都是充满阶级斗争 the only exception 就是唯一的例外 就是沈从文 所以呢 胡适这一派 有意识的 要把沈从文 拉到他们的阵营里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 而沈从文呢 也的确要希望 有人支持他 因为否则的话 他这么没学历 他在大学怎么办 他进大学都是胡适 他们推荐 那个时候 胡适到处人请他 香港大学 曾经也请胡适 做中文系主任 和文学院长 胡适来了 现在在吃住那里 还有一个纪念 他来了就在盛世提反中学那边 看了一下说 风景很好 港大 胡适那个时候 在中国是刺察风云 后来做国民党 驻美大使 他怎么会来港大 做一个系主任呢 他不会 但是胡适怎么办 介绍 他就介绍谁啊 介绍许帝山 所以许帝山后来 对香港的文化很大贡献 胡适也有贡献 商务运输馆 也找胡适做主编 胡适去了 胡适自己不做 介绍王云武 介绍他的一个老师 来做商务的主编 所以胡适这样的 介绍的事情 做了很多 但是 沈从文你看 他欣赏 沈从文的才华 没有学历 没关系 介绍你到大学里教书 沈从文的小说呢 我们上次讲过 他是跟老舍一样 他是辛苦 他不是一举成名的 他早期的小说 非常非常奇怪 很多很多很怪的故事 比方说 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休息之前 让大家刺激一下 他早期的小说 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故事 有些同学看过 怎么叫三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的故事 就是三个男人 当兵的 他们做什么了 一个是吹号的 一个是煮饭的 另外一个好像脚不好 三个这种 都是地位比较低的军人 驻扎在一个地方 都看上了 这个旁边一家大户人家里边 进出的一个年轻女子 这个女子 非常漂亮 她一出入呢 这三个当兵的 就是烂蛤蟆一样 就非常关注这个女的 但当然她们知道得不到 可是后来这个女的吞金自杀 吞金自杀了以后 三个男的 都非常伤心 这个我也很伤心 就打听 那个瘸子也很伤心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最离谱的 是其中有一个当兵的 失踪了 失踪以后后来才发现 他把那个女的的尸体 从坟里挖出来 放在一个山洞里 周围放了很多花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睡在这个女的尸体旁边 他还没说 他对这个尸体做了啥 我们都可以想象 大家明白吗 这是一个 按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恐怖片的情节 非常sick 一个变态的 一个恐怖片的东西 沈从文把它写成一个romantic story 看完了以后 你觉得很美好 就是爱情真是高尚 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这是沈从文早期的小说 另外还有一个小说 叫 这个字 松柏的柏啊 柏子 当然他也可以读博 这个 大概应该读白 我曾经有一门课 我把它选进来 让同学们读的 我们香港的同学很纯洁 读完了以后 不知道怎么评论 因为那个小说讲什么 就是讲一个江上的水手 很多水手 其中有一个水手 在这个工作之余 去找了一个妓女 然后写了 就是他跟这个妓女的床上的事情 他怎么带了东西送给他 妓女们怎么吃醋 说你这么些日子不来 你在外面是不是乱来 他说我发誓 我在外面一直想你 你看我帮你买了肥皂了 我帮你买了手卷了 然后那个妓女就跟他 怎么怎么什么 然后男欢女爱以后 最后 走了 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说他浑身充满了劲 他觉得他已经把他的幸福 接下来的一个月的幸福 都预知了 至于这个女的今天晚上 她是不是又跟别人怎么样 她还会怎么样 这都不是他关心的问题 他觉得他的生活很美好 很充满了力量 小说就完了 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就搞错 你这个在写啥 可是我提醒大家 三十年代时候有个外国人 Snow 他这个后来跟毛泽东 也成为好朋友 他曾经要编一本 中国三十年代小说集 要把它翻成英文 在上海就找鲁迅 叫鲁迅推荐 鲁迅就推荐了 沈从文这篇博子 作为中国小说的一个代表 你看这是一个名片 所以沈从文早期的小说 是很多作家想不出来的故事 他都是真的见到的 还有一篇小说更精彩 以后大家提提 希望你们读 名字叫新与旧 你知道新与旧写什么 写一个筷子手 筷子手还是柜子手 我怎么老读筷子手 柜子手 他就是清代末年 就帮人家杀人的 就是老爷判了谁死刑 他就杀头 但是他杀完头以后 他会连滚带爬跑到土地庙 对着这个庙里边的菩萨 磕头说我犯了罪了 我杀了人了 然后就会有庙里的住持 什么人 跑出来 给他撒点水 什么丢点土 就说神饶恕你了 知道你这个人 贱人 然后就磕了以后 一翻 他才可以正常的过日子 到第二天他又去杀人了 又到庙里来搞这一套 这个叫救 但是过了一些年 没他的事了 为什么 换成枪毙了 凡有犯人啊 啪啊一枪打死 打死我打死人的这些人啊 是没有任何羞愧感的 他们打死了人马上就去喝酒 也不到土地庙来磕头了 小说就写这个 新与旧 写的是两代的柜子手 哪一个好 同学们这么痛苦的张着脸 让你们想五分钟 我们休息 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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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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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9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化活动的一个预演 最简单的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除了延安以外 最早发表它的是在香港 而那个时候中国内地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下 香港曾经是中共文艺的左派的根据地 那么最主要的杂志就要大众文艺重刊 我有个学生侯贵心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当时郭沫若就是在香港写的 批评沈从文 当然这个对沈从文打击很大的这个北大 我上次讲了这个大字报一贴 后来他就要自杀等等 但是你说说沈从文反动 冤枉吧 也不冤枉 主要是看你怎么来看待反动这两个词 我们约定俗成反动就是坏 其实字面上的意思反动反动 就是反主流而动 大家明白 打个比方这个社会大家都买楼 我不买楼那我就反动了 大家明白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动就是运动了 那如果你不想运动不想变化 你想保持稳定和谐 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动 大家明白 不过现在我们不叫反动 我们叫稳定 稳定压到一切 稳定就是不动 那为什么说沈从文反动呢 你们看提纲 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 五四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上次讲过 我们从一开始就讲过 五四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进化论 是用西方的文化批评中国 用城市的文明改造乡村 因此呢 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主流 就有一个 新与旧 成与乡 西与中的 一个 主流的假定关系 简单的说 就新的比旧的好 城里的东西比乡村的好 西方的东西比中国的好 比中国传统的好 因为西方是科学民主 进步 那香港同学这点 都最明白了 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 新比旧好 城比乡好 西比左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中国整体上 虽然强调国学 强调自己民族主义 但是 整体的趋势是走向全球化 所以 这个就是主流意识形态 大部分的作家 我们上次举个例子了 巴金也好 老舍也好 主要是曹宇也好 那从鲁迅开始 都是走的这条主旋律 那沈从文什么特别呢 沈从文就反这个主旋律 我们上次讲 我们刚才一刻讲 沈从文觉得乡村比城里好 反过来 中国的东西比西方的好 他不相信西方的东西 另外 他认为旧的比新的好 我们刚才讲的个故事 柜子手啊 他认为旧的柜子手讲道德 新的柜子手 这个拿枪杀人的 非常糟糕 至少以前的柜子手 杀了人以后 他还知道这个事情不对 他还要去装模作样的 忏悔一番 新的柜子手杀了人以后 呼枪一吹 根本不当一回事 所以你看 这么一个讲杀人 那个故事 他用了个题目叫 新与旧 就说明沈从文在这里的 一个野心 就是这个个人啊 反动野心 大家明白吗 我在这里用的是中性的概念 我没有说他好 没有说他不好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他在三十年代的写作 是跟当时的主流 是相反的 当然了 第二 他还有个特点 就是说 从他开始 地域文化 在文学当中受到重视 今天 没有哪一个地方 像沈从文对湘西这样 由一个人的创作 改变了一个地方的 整体的文化形象 当然鲁迅对绍兴 贡献很大 很多作家写上海 老舍写北京 但是 你北京没有老舍 还有其他作家 你这个浙江没有鲁迅 还有金庸 还有很大 很多浙江的作家 湖南不一样 今天整个湘西 那就是因为沈从文 所以这个是个地域文化的追求 而且他保留了很多民俗 因为沈从文 第三个当然 沈从文是又写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次要读的丈夫 大家读了丈夫 这个小说 我问大家的题目 为什么这个小说题目叫丈夫 写丈夫的心路历生的 但是为什么小说的题目叫丈夫 他姓什么 不知道 普遍的丈夫都是这样 为什么要用丈夫 大家想想这个名字 我们之前说过 小说起名字 要么点题 要么反讽 你看 要就是点题 同时又反讽 RQ正传是点题 狂人日记是点题 祝福就是反讽 对不对 祝福 肥皂是点题 祝福就是反讽 日出就是反讽 大家想想看 整个小说 整个戏剧都写黑暗 偏偏名字叫日出 丈夫写什么 写一个男人怎么当 不好听啊 对不对 就是说他最不 最不应该做丈夫 做的最不好的丈夫 整个小说在讲什么 将怎么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在卖淫 他老婆是做妓女 而且这个妓女是他老公知道的 同意的 靠他赚钱的 而当地是一个乡俗 乡下人穷 女的结了婚了 没生小孩 送到城里来做几年 妓女 赚点钱 老公在乡下呢 收这个钱来养猪 种地 偶然还来探亲 我搞错啊 这叫丈夫 这是最不应该叫丈夫的 这个 这个小说啊 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在这里 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定说 同学们哈 听好 假定说 现在一个assignment 我要你们写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的基本故事 我已经给你们讲定了 有一个女的 有两个男的 这个女的本来跟男A好 后来呢 跟了男B好了 大家听懂了没有 一个女的 两个男的 她原来跟A好 后来 这是你的情节 Now the question 你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你主人公是谁 叙事角度是谁 你会从谁的角度 来讲这个故事 我们现在先假定 不能用全知全能 你必须在女的 或者男A 或男B 这个三 三种方法里面选择 通常也是这三种方法选择 你会选择 哪一个叙事角度 请同学们想一想 想明白了 我这个问题的意思了没有 这个小说 从谁的角度写 是关系到非常重要的 关系到这个小说的主题的 好 我现在问一下 你会选择 从女人的角度写的 举手 三分之一 有些男的也举手 哇 你们到本领大的 你会选择 从男A的角度来 讲这个故事的举手 男A就是说 失败的这个男的 就原来有这个女的 然后女的被人抢走 选择男B的同学举手 你看 这我每一次做调查 都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看这个情况是 40%选女的 40%选这个男A的 20%甚至更少的 选男B的 区别在哪里呢 如果选女的 这个事情很简单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女的 对两个男的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很多的 这样的故事 在文学史上也很多的 而且实际上呢 一个女的选哪个男的 背后是选哪一种生活方式 选哪一种人生道路 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把这部分不讲 那这部分不讲以后 余下来的同学 就出现了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二多 三分之一少 好了我的好奇心在这里了 Why三分之二 大部分的同学 要选择男A 而不选择男B 男B是胜利者 男B是抢过来这个女的 大家明白了没有 男A是谁 男A是王宝强 我知道你们想 从马荣的角度来讲故事 马荣那个经纪人叫啥名字 对 男B就是宋泽 为什么大部分人 要讲王宝强的故事 又不讲宋泽的故事 你看 这个是太精彩的一个问题了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 刚才男B的同学 举举手 为什么 Why 满雷了 对啊 我就讲A Why 难A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 就是我觉得 这种失去的感觉更好 展开去 那种得到的幸福的感觉 失去的感觉 更能够描写 得到的 得到的幸福更难刻画 哇 讲得很深刻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有不同的理由 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理论 我看过一个人写网络的 赚了很多钱 一个网络的写手 人家问他 你的小说这么多人看 什么 我忘了什么七点网 盛大 不知道什么网 反正赚很多钱 现在网络的写手 就叫我们非常 这个眼红的 他们赚很多钱 人家问他 你写网络的东西 有什么诀窍 或者有什么准则 他说我告诉你几条原则 因为网络的写啊 跟一般的写不一样 一般的写 你的作者跟读者 是隔了一个距离的 比方说我写出来 你把它印出来 你们看完了以后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 对不对 网络不一样 因为网络的读者 都是付钱的 你一不好看 他马上就不付钱 不看了 所以每天的点击量 就是他的受欢迎程度 他写33章 就已经知道 34章要怎么写了 大家明白 所以他们的互动关系 非常非常直接 你知道这个网络写手 我都忘了他名字 但他就画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男主角喜欢的女的 一定要追到 就男主角喜欢的 他在里面喜欢一个女的 一定追到 第二 男主角喜欢的那个女的 一定不能跟别人 废话 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的 就说明他的重复性 第三 男主角受了仇 一定要报 然后第四 讲了很多 我心想 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你看文学原则 相反吗 换句话说 这是通俗文学的原则 你要看金庸的小说 就符合这个原则 你要看007 就符合这个原则 我们现在看通俗的 好莱坞的电影 都符合这个原则的 男一号 最后 他喜欢的女的 就不跟别人睡觉的 大家看那些通俗篇 都是这样的 发现没有 但是 我最近发现 好的世界名作 恰恰是像刚才同学讲的这样 最难写的 这个是最难写的 就是男A的这个心情 男A的心情写的最好的 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你们去看看里边两个男主角 比尔一开始就找到一个女的 花里胡哨不好 一直在跟别人睡觉 从头睡到尾 最后美好下场 安德里 喜欢上纳达萨 大家想 他就你们看过 战争与和平就知道 最惊心动魄 我还记得 我小时候看这个小说 当第二卷 那个纳达萨 安德里跟他订婚了 安德里说给你一年的时间 安德里上战场了 那个纳达萨碰到花花公子 要去看演出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把这个小说 摊开在那里就停下来看 然后我望着窗外说 别去啊 别去啊 就关我什么事情 觉得自己脸发烫 就说别去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 写的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就是一个男的 喜欢的女的 要跟别的男的 去 而这个 这是一个最 当然后来这个整个小说的 最关键 你们要是看 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 俄罗斯排练 这个俄罗斯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 在全世界电视转播下 演的那个片段就是纳达萨跟安德烈的这个片段 世界文学的经典写的就是一个男A 就是简单的概括就是男人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人给人家拿去 我以前没看到这么深 我以前写过篇文章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觉得 中国人的确是喜欢写男的 受辱 多过写男的 得意 我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写的 因为你看欧洲的浪漫主义的文学 基本上都是男B的 红与黑也好 歌德的什么小说也好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举很多例子 欧洲的文学 都是讲一个男的什么 地位低 长得帅 看上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的老公 是又老 有地位 有钱 男的觉得很不服 然后半夜爬阳台 把这个女的抢过来 男的爬阳台 跟女主角偷情 这是欧洲文学的 典型场面 爬爬爬爬爬上去 然后就 而且这个女的呢 一定不是什么纯情少女 一定是祖父 她的老公是很有地位的 但是照样被她抢去 那我怎么来理解呢 你看欧洲文学史 最典型的讲 这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雄心 女的 这是象征 就是土地财产社会的象征 而这些土地财产社会 是被封建贵族 就是那些什么公爵 伯爵 战友的 而新鲜的 起来的 平民的资产阶级 就要把她抢过来 最典型的文学作品 就是Gun with Win 大家记得乱世佳人吧 乱世佳人里面女主角 有两个男的 对不对 一个男的是有地位 有教养的 后面那个男的像流氓一样 可是有钱 最后谁赢了 像流氓一样 有钱的这个男的 赢了 就是男逼赢了 大家发现没有 西方喜欢写 这么一个侵略性的男的形象 如果我们香港是这个女的 那清朝的男人 就是那个男A 英国的殖民者 就是那个男B 大家懂了没有 这个简单的异象关系 大家明白了没有 所以我那个时候认为 我写那个文章的时候认为 原来在中国文学 包括台湾文学 包括香港文学里面 为什么这么喜欢写男人的屈辱 就是因为国民性 对屈辱的感觉 比对殷胜的感觉 要深刻的多 应该呢 因为我们屈辱多 我举一些例子 在提纲里都有 我的老师 许杰 最早 他那个小说叫 《赌徒集顺》 被矛盾显在 新文学大戏小说二集 小说一集 赌徒集顺 讲什么 讲一个男的 叫集顺 去赌 赌到后来全输了 大家知道赌的人 到后来会什么都压上去 他把老婆压上去 输了 小说写什么 写他回到家里 跟老婆解释 说对不起你 我把你赌输了 但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把你交出去 人家赢的人呢 什么时候就要来接你了 然后就很多细节 抱头痛哭啊 我对不起你啊 但是呢 我把你输了 你还是要交出去啊 这么一个小说 详详细细写他 怎么把他的老婆交出去 过程 另外一篇 《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 大家知道 柔石是左连武烈士 鲁迅后来 专门写文章纪念 柔石最有名的小说 是两部 《早春二月》 跟《为奴隶的母亲》 什么叫 《为奴隶的母亲》啊 就是讲有钱人家 老婆生不了孩子 那这个穷人家呢 就把老婆 借给有钱人家的男的 帮他生孩子 可这个小说 是从谁的角度讲的 这个女人的 老公的角度 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他把老婆 送到他家里去 为人家做母亲 就是带母了 生了 生了以后呢 这个女的又不舍得离开了 因为这个有钱人家 对他又很好 什么都很好 只有他的老婆对他不好 最后小说呢 写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这个男女的关系也不好 因为老婆被借出去那么久 而且贪恋富家的生活 而且贪恋富家的生活 而这个老公呢 就欺得要命在那里 再举一个小说的例子 蒋木良 夜宫 这个也是个左联作家 啥叫夜宫啊 就是一个女的 瞒着自己的老公 晚上出去打工 打什么工啊 就打这份工 但是老公不知道 但是他在维持家用 说是夜宫 还有一个小说 生人妻 也是一样罗书的 这类作品都是写 简单的说 都是写女的被迫卖淫 但是小说的角度 既不是写这个妓女 也不是写嫖客 而是写这个妓女的老公 他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他怎么忍受这个事情 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总而言之 是你怎么难过 他怎么写 因为整个这个关系里面 最难过的就是他嘛 对不对 曹乃迁 是个当代作家 我认识他是山西的一个警察 他跟那个马月然关系很好 所以有一度 大家猜他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马月然到山西去的时候 他也陪着 他跟李锐 这个曹乃迁写了一个小说 叫到黑夜 我想他没办法 真是绝了 那个小说里面说什么 也是一个男的 欠了人家另外一个男人的钱 钱还不出来 答应老婆 多少天里边 有几天就要去跟人家 然后小说写得非常精烈 没有感情的流露的 只是说 那个男的来了 写了个女子 然后这个女的呢 他就帮他衣服什么弄好 然后就叫他小心 扶他 你看半天开始 你看不懂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后来你看懂了 原来这个老公在送老婆 把他送到送给另外一个男人 然后上了旅子以后 要走的时候 他还特别跟另外那个男人交代 说这个这个谁啊 这两天身体 身体不好 意思说来这个立驾 那个那边的男的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他 然后中国人要讲信用 所以他里面还专门有这么一句话 中国人要讲信用 然后就是把老婆送去 从头到尾不加感 不带感情的 好像天经地义的在写这么一个事情 这是非常近代 八十年代的小说 那这个只是大陆 同学们可能会说 哦这种写法 像丈夫的这种写法 那只是大陆吧 因为大陆老 总觉得自己民族被欺负嘛 被外国人欺负嘛 by the way 这个外国人欺负中国 像欺负女人一样 这个意象 其实是最早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我还记得我在八十年代 在港大开一个会 当时开会的有一个 北大的教授叫谢敏 谢敏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中国啊 经过了前面 这么长时间的封闭 现在终于开始打开手臂 拥抱世界了 大家听懂他的象征关系 就是说我们文革的时候 中国是把自己封闭 现在我们要拥抱世界 当时在场的就有一个叫周雷 是一个香港人 他是现在在 Duke还是在哪里啊 布朗啊 Chair Professor 很有名的一个香港学者在美国 他当时在那个开会 我记得他当时的发言就说 谢教授的比喻啊 是非常光明的 把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比作是中国像一个被抛弃的孤儿 世界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现在回到世界大家庭 可是西方人描写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把西方跟中国的关系 理解成一个野蛮的男人 跟一个老处女的关系 说是西方的野蛮的男人 终于占有了中国这个老处女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象跟想象 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 两个都有道理的 大家明白 这个就是一种民族国家的想象 真的都有 他西方人就觉得 这个西方人在欺负中国 而这个欺负又是用性关系来想象的 那是整景是中国内地吧 不是 我这里举了例子 王真和 王真和大家知道台湾有名的作家 乡土派作家 他最有名的作品叫《驾装一牛车》 驾装一牛车讲什么 讲一个男的 他有个老婆长得也不好看 这个男的呢 跟响子一样 很想望一辆车 一个牛车 但是买不起 一直打工借人家的车 他去问人家借车呢 那个车的主人呢 也是个很难看的男的 有一次呢 就跟他提出一个交易 就是说我这个车啊 你随便用 你的老婆呢 忘了一个礼拜来一天呢 还是一个礼拜来两天 就到我这里来 大家明白 你的老婆呢 就是有两天到我这里来 车呢 你随便用 最后他们达成了这个 deal 整个小说就写这么一件事情 最有名的台湾乡土文学 大家知道台湾文学是两派 一派是余光宗啊 白先勇啊 这叫现代主义派 包括我们这刘少明教授 李欧凡啊 陈若熙啊 欧阳子啊 等等的 叫现代主义 另外一派就是乡土派 最出名的就是陈映珍啊 这个王真和啊 黄春明啊 这王真和的最有名的小说 Exactly就是 沈从文丈夫的主题 而这个小说的主人公 又是那个窝囊的男的 他为了这个车 就把老婆送过去几天 黄春明的沙妖娜娜娜再见 更typical 同学们 建议你们读台湾文学 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小说 什么叫沙妖娜娜娜再见 讲一个台湾的小学老师 他在花莲做小学老师 后来不做了 做了一个旅行社的导游 这个旅行社呢 就专门带日本的游客 到日本到台湾的这个 这个温泉啊 花莲的什么地方啊 朴记 这个导游 这个旅行团呢 叫千人展俱乐部 什么叫千人展俱乐部呢 他是一批在日本的老兵 他们参加世界大战 被打败了 那么世界大战到现在 也很多年了 小说的背景应该是70年代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这些人 大概是五六十岁 诸如此类 那么他们这些日本的男人呢 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就是说 我要睡一千个女的 但绝不重复睡 OK 那就等于是拿军刀斩啊 千人斩 那你要你要睡一千个女的 你要不重复睡 你当然只能靠性供业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长期去台湾 那个时候 那个曾经有一度 台湾是国父名昌 有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色情业非常发达 日本呢 稍微在静止 日本在静止 小说写得很悲惨 怎么悲惨 很很恶劣 不说恶劣吧 写的就是很 什么一个形容词啊 到了这个旅游点 出来接待的这些女孩子 都是这个男主人公 我的以前的学生 大家明白惨不惨 他小学老师 他现在做导游了 赚钱多了 可是他回去一看 出来接课的是他 小学的学生 这个作家真是 也是把人的逼到 逼到道德绝境上去写 对不对 而这些人呢 又要去接待 日本的千人展 就 塞要那那再见 小说就是写这么多 而那个人 他作为导游 他也没办法 他也不能 说这些客人 说不可以 这些我说不可以 因为他们都是自愿的 他们都是拿钱的 所以最后 这个小说的后面部分 他是在路上 碰到了另外一个 崇拜日本的台湾人 然后他就把那个人 乱骂一通 那乱骂一通 有啥用啊 你自己还不是 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这个导游的 这个事情还在做 这是乡土文学的 另外一篇有名的作品 你们看这些作品 它有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 一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南A 就是这个男人的耻辱 眼看着自己的女人 被跟人家睡觉 这个自己的女人 可以是夫妻 可以是相亲 可以是同胞 大家明白 中国人的这个 自己的概念 有几层混合的 以前约大夫就是这样 约大夫说 他看到中国女的 跟日本男的睡觉 他就不高兴 这个问题我问过法国人 我问过一个法国人 我说你们要是看到 一个法国人 跟一个美国人 或者跟一个亚洲人 跟一个非洲人 睡觉 你们会不会不高兴 法国人 这个民族的 没心没肺 就怂怂肩啊 就这样 中国人不行 中国人 这个我自己 中国人的感觉就是说 你看 我看到一个 我们常常看到 这样的图景 一个欧洲人 旁边一个亚洲人 一个女的 欧洲人好瓦的 当然也有不瓦的 但我们通常看着 觉得她瓦的了 那旁边那个亚洲女的 很好看 这个时候 你一听这个亚洲人 如果他讲韩国话 管我没心 如果他讲日本话 活该啦 但如果他讲 闽南话啦 广东话啦 我的亲身经历是 我在京都大学 有一次做演讲 讲完了以后 几个日本的汉学家 就陪我到一个 饭店喝东西下午 一进去以后 我们刚坐下 就进来两个女孩子 讲的是上海话 他们讲什么呢 听得出来 他们是在做一个生意 在一个饭店里 酒店里刚下来 一个女的问另外一个女的 怎么take 这么长时间啊 那个人说 那个人傻乎乎的啊 什么什么的 就讲这些话 因为他们讲上海话 所以他们 不认为周围 有任何人听得明白 两个汉学家呢 中文不错 但他不懂上海话 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他们就show off 他们用中文跟他们说 说你们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来了多久了 把这两个女孩子 吓了一大跳 因为有人觉得 讲这些话 突然旁边有人 跟他们讲中文 他们觉得 一下子很害羞 很害羞 然后他们 再多讲几句呢 又发现 他们马上辨别出来 他们不是中国人 他是日本人 你知道日本人 讲汉语 讲来讲去 是他日本的样子 对不对 他们以为 他们讲得很好了 那几个教授 很出名的 立命馆大学 京都大学 都是很有名的汉学家 他们不知道 那两个女孩子讲什么 他们就想show off 来讲几句 然后 但是你知道 我都终生不会忘掉 我那一刻的心里的不开心 因为我的家乡是上海 我妈那一刻 我真想不知道 说不出来的不开心 这好复杂 那照理说 理性来讲 你上海女孩子卖淫 跟北京女孩子卖淫 跟上海女孩子卖淫 都一样 对不对 那是 那是我们最多 学学约达夫 祖国啊祖国 你快强大起来吧 对不对 我没有啥办法 但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 我所以这个才明白 这个人的相土相亲的概念 是一个说不上来的 我一点都不同情 两个女孩子 但是那一刻 我觉得很 我理解的这种感情 就是说 跟我啥关系 没关系 理性来讲 一点没关系 而且我不对 我偷听了人家的谈话 对不对 人家自己在交流 做生意的经验 关我什么事情 我就是那 我不敢 那两个日本汉学家 还跟那个女孩子说 你们上海来的 我们这里有人就上海来的 哎呦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时候就恨不得 就是说 然后我就说 不是不是啦 什么什么假装 然后女的们 马上就走掉了 她们就不开心走掉 现在很少了 那个时候有一度 上海很多女孩子 到日本留学 留啥学呀 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中国人 喜欢写男人的屈辱感 多于写男人的胜利感 我一直觉得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 因为中国 包括台湾 包括香港 过去一百多年来 基本上是一个屈辱为主的历史 甚至在今天 但是我通过像网络小说跟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比较以后 我又发现这又不单是一个民族屈辱感的问题 这里边还是有一个纯文学跟通俗文学的界限问题 因为胜利感是一个比较日常人的感觉 屈辱感是一个比较文学性要探导人性更深的一层东西 大家明白 所以007之类 它不会给你屈辱感的 它让你得到优越感的 男的喜欢的女的最后都是跟他的 大部分的通俗篇都是这样的 大家记得男主角一号最后就拖了个女的 到一个什么地堡啊 一个复杂的地方去逃逃逃 你放心他最后都是逃得出来的 你不会看到你的男一号喜欢的女的最后就眼深深的跟别人睡觉 你在旁边怎么看得咬牙切齿 像丈夫里边的丈夫这样 但是纯文学 严肃文学 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 悲惨世界这样的文学 Lamira 大家想想看 Fountain 大家看过这个悲惨世界这样的作品 巴黎圣母院 在某种程度上 二十世纪以后的这种文化工业 使得整个世界文明走向市场化 某种程度上也走向庸俗 好我们最后留个时间要讲沈从文的代表作编程 编程第一 你们看编程啊一定要看他的前沿 编程很有意思 他的前沿里写的非常清楚我这个小说是写给谁看的 不是写给农民看的不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不是写给评论家看的但是最后他提出了很高的标准 他是要一个没有进到体制的没有读大学的但又要关心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人看的 因为他觉得大学里的人都被左派的思想所感染了 都要相信革命 而农民呢当时他又不关心这些 所以呢他理想的读者编程就是 关心主流文化但是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by the way 当时是反动的 今天亚洲周刊曾经评选了二十世纪一百部中国小说 第一位是呐喊 第二位就是编程 编程被排在所有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二名 当然这只是一个排名 但不管怎么样编程现在他的文学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刚才已经讲了第二点 沈从文为什么要批判都市文化歌颂湘西文化 我们讲了这个先有鸡后有蛋 先有蛋后有鸡 他是 我个人觉得两个都讲得通 首先第一个他对乡村的东西有充满感情 第二个他讨厌城市 我觉得他讨厌城市喜欢乡村里边不仅是一个城乡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那么简单的接受进化论 接受所谓革命的这些观点 所以他所描写留恋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乡土的东西 我觉得香港的读者会比较接受沈从文 香港的新界比较像沈从文描写的理想的乡村 香港的新界到现在还是传丁不传女 对不对 我们学校旁边的乡村 一有什么事情就插很多这种三角的狼牙旗 这些旗子很像三国水浒里边的景象 有一次王猛有名的作家 我请他来领南演讲 车子开到学校边上 他就问我说这里在拍电影吗 我说不是拍电影 我们在旁边这是新界的乡村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什么什么村搞一个三角的这种 其实很像中国古代 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大陆乡村再土的地方怎么土法 给你搞一个吹气的圆环 看到没有 我们村庄欢迎什么领导来指导工作 搞一个塑料的吹气的圆环 这种我去孔庙 孔庙门口都搞了一个这样的圆环 上面写的是什么南科医院 包之百病 真是老土 所以我宁可看香港的新界的狼牙旗 所以这是沈从文所歌颂的一种 湘西的这种风情 那么 编程讲什么呢 大家故事 大家都知道 这个他故事挺简单的 有一个百度团 政府出钱的 钱也不多 他有个老头就负责撑船的 他身边有一个 外孙女 是吧 是他女儿的女儿 这女儿当初是为了爱情的事情出走什么 后来就死掉了 喝水 那么这个外孙女呢 就是这个老头的宝贝 外孙女呢 也风吹雨淋啊 长得很漂亮 这个地方呢 最有势力的人呢 叫什么船种啊 反正是当地的一个地主 又是一个绅士武装力量的头头 他有两个儿子 简单的说 叫大老二老 这个二老叫罗宋 这个字念罗 这两个男的呢 都喜欢了这个女孩 都喜欢了怎么办呢 他们呢 就商定唱歌 小说里边呢 没有什么坏人 整个小说里都是很美好的人 小说呢 出现了一个叫我的理解 三层解构关系 什么叫三层解构关系呢 第一层关系就是这个小说啊 这个乡村 编程这个地方 跟今天的社会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同学们想想看 编程跟今天香港社会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哈喽 睡着了 没什么坏人 今天我们也没什么坏人啊 哈哈我们这里也非常美好啊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那个地方是 建议让利 大家明白没有 人家来坐渡船 给点钱 那老头怎么说啊 哎不行 不要给钱 不要给钱 我有人工的 你们在香港 有没有碰到过说 你给人家小费 人家说 不知道 多谢 对不对 多谢 所以这个 大家知道 中国历来就有这个说法 叫君子予以义 小人予以利 这个小人 again不是说卑鄙的人啊 这个小人也不是说小孩啊 这个小人就是说普通人啊 是孔子的说法了 今天当然有的人解释成 小人为女子 小人男养 也说是要爱护妇女儿童 这当然是 这个全新的解读 我们不去讲它 但中国古代分得很清楚 就是你不读书的人 我就是要钱 最简单了 读了书的人知道 我要按道理 我不能够收钱 而这个小地方 编程的人 不管你读书也好 不读书也好 大家都是 不要钱 哎呀 真是太美好了 同学们对不对 你们想想这个社会 今天在香港 不管你有钱的人也好 穷的人也好 都是一句话 勤啊 灭也都要勤啊 没有钱 你死了都没地方去啊 你要账都没地方账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也是这个编程这个社会最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每年上这个课都会问同学的 我今年照例再问一次 假定真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没有同学愿意生活在那个地方 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没有同学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愿意的同学举手 哎呦不错啊 你们愿意生活多久啊 在那里 Let's say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一年 Forever Anyway 今年还好 我之前的统计的比例是 逐年减少 十多年前我开始教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中文系一大班的同学都愿意去 后来每年每年每年减少 说明我们时代不断的进步 而且呢 同学们越来越的哭客 每当我提这样的问题 同学们就会问问题 他给了我呀 去多少时间啊 我打门怕谁够不够啊 有某顶事台啊 问了很多问题 Anyway 这个地方最美好的一点 我看也是 这个地方最美好一点 就是不那么追求钱 这个的确是 我们今天在 在金钱社会里边 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归根结底 又是讲钱的 大家发现 他到最主要的时候 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 要讲婚嫁的时候 男主人公有个什么选择啊 他如果娶了翠翠 他得到的是一个船 他娶另外一个人呢 他有一个什么 年方 大家知道吧 这个是说年吧 年方 所谓年方就是做米的东西 那这个是稳定赚钱的 换句话说 对这个男的 虽然他自己家里是有钱的 可是他也面临了一个最基本的选择 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穷的女的 还是找一个富的女的 这个一层的选择 解构了前面的 所谓的建立 建议让利 第二层 家族亲情跟男女爱情 大家知道中国 中国古代的说法 兄弟是手足 对吧 女人是衣服 这个张爱玲 曾经解构说 男的把女的当作衣服 女的把男的当作 还不如他的衣服 他说这个 这个男生啊 有没有看到陪女生去买东西 你如果有机会陪女生买衣服的话 你看看女生穿上了新的衣服 对着镜子的那个笑容 男生你想想 他有这么对你笑过吗 好像从来没有过 所以呢 要做丈夫先要付账 这个 大人这个开玩笑 但是这个里面面临了一个绝大的选择 两兄弟喜欢了同一个女的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什么办法 香港是传统文化保持的比较好的地方 我倒想听听同学们的见解了 What if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男生两兄弟喜欢了同一个女的 女生两姐妹喜欢了同一个男的 丁水呢 Choice No.1 让给自己的兄弟或者姐妹 举手 What 我刚才还说我们传统文化保持的多好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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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么第二 真了 百名鞠马真了 举手 有谋 有谋 就完全看对方的态度 你们就所刚刚的在那里等 随其自然 随其自然 还道家思想 为什么不佛家思想 佛家思想就顿悟啥都没了 可能都不要了 这个小说里边呢 面对的 因为大家想过 沈从文小说不是一直要讨论西方道德跟东方道德的关系吗 那这个问题上 恰恰是西方道德跟东方道德冲突的最厉害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道德的话 两兄弟争一个女的 那肯定不值得争的 一个女人没那么重要 伤了兄弟的感情 这个是肯定 你要去争呢 你这个男的就走火入魔了 那两姐妹要去争一个男的 那更是不道德了 那游二姐游三姐了 那就淫乱了 那只能让那个男的来选 所以但是在西方的 我们现代接受的人文主义的观念来说 爱情是最高的 比兄弟姐妹要高 男女的爱情比父母的感情都要高 按照西方的 这个现在的价值观的说 Family value里边指的是 你这个小家庭跟你的小孩 这个才是直接的 中国人如果说要牵涉父母的话 一定父母的关系更重要 你跟一个人好了 你父母反对 那你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的家 我的家首先指的是 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 西方人不是这样 简单的说 当然西方是很多很多种 但基本上现在 所谓的普世价值 欧美的这种观念 它是以男女的这个为第一要义 因此你要是真爱 你就必须真 你千万不能让 甚至你也不能只听对方挑 因为这样你对不起他 你放弃了你的爱情 你对不起你自己 你也对不起他 你是爱他的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 你当然对不起他 这个地方是一个根本的冲突 在这个地方 小说里展开了他无解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开始好像很有办法 两兄弟说好了 我们大家唱歌 那个大哥说我歌唱不好 那歌唱不好 那个二哥说 不是二哥说 二弟说 说那我代唱 但是我们一三五二四六 他挑中哪天就算哪天 这等于是俄罗斯转盘 大家明白 这个其实是已经有点开玩笑的性质了 不大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个哥哥知道争不过他就走 结果呢 船上出师就死了 他一死呢 就使得弟弟觉得整个这件事情是犯罪 他再找这个女的呢 又对不起他哥哥 所以就变成了小说最后的结尾 大家知道最后的一句是最经典的 他也许明天回来 他也许永远不回来 所以这个亲情跟西方爱情观的这个冲突 造成了这个小说的一个核心矛盾 我们时间不够了 还有一点点没讲完 我们留待下一次讲张爱玲的开始的部分 我们再讲 就是另外我们那个时候还会加一个总结 到底怎么看沈从文 他的反动 他的反动文艺的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号是JKC 对 你看要是有什么文字 那么小说的 只要是JKC 什么字幕 非常一号是JKC 是JKC 我可以最终的一号是JKC 是JKC 是JK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